在节目开始前,请先关注,点赞,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哦 经过几次的云录制,天天向上终于放出了久违的预告 最近由于特殊原因不能外出,几乎所有人都按捺不住想要出去玩耍的心了 天天向上的制作团队大概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就重新的回录了一下,两年前也就是2018年的和数视频 虽然说和数在两年前播过,但是粉丝们也是期待万分的 而且相信在这期的和数当中,还有许多没有播出的花絮会放出来 另外粉丝们也都只是2018年的夏天,王一博拍摄《成情恋》的时候开始关注 部分的CP粉也跃跃意识想要扒出一些糖,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如愿呢 另外天天向上的兄弟们在和数中做饭,游泳,打游戏也让粉丝们期待万分 相信看到玩得这么嗨的兄弟们,观众朋友也可以带餐了吧 当然天天向上是不可能放老视频忽悠观众的 除了回录两年前的视频之外,还把年前就已经拍好的《密室逃脱》的视频也发了出来 相信这一段才是这一星期天天向上最亮眼的部分 其实《密室逃脱》这一期已经放了观众两次鸽子了 第一次是把预告放出来了,粉丝们也以为下期就会播出 结果天妈说由于这一期特别的搞笑,所以要等到大年初二的时候再播 粉丝们也是盼星星盼月亮的,从年前等到了初二 但是到了现在也没有更新,想必也是因为娱乐性太高 再加上现在是特殊原因,所以官方也在看实际情况来更新节目 随着如今各大企业相继开工 这段娱乐性超强的《密室逃脱》视频也可以公开了 一来天妈也已经发话说,这期的节目非常的精彩 二来就是王一博怕黑怕鬼怕虫子 这件事情也已经人尽皆知了 而且娱乐性比较强的点都是在参与者被吓到的时候 而且在黑暗的《密室环境》中,王一博很有可能成为这一期的王牌选手 虽然王一博不认为自己搞笑,但是他那种耿直和本能反应都是很搞笑的点 之前在官方微博更新的图片中,也可以发现王一博被吓得蹲在了角落 粉丝们也是又心疼又想笑 虽然王一博自己不知道,但是粉丝们知道就可以了 毕竟酷盖的形象可不能翻车哦 节目播出后啊,也希望粉丝们给咱们的酷盖留一些颜面哦 说到汪海玲,相信很多网友也是非常熟悉了 作为国内知名的编剧,不是因为作品火了 而是因为频繁的在社交平台,Diss各大明星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尤其是随着陈清凌的爆火 汪海玲也将矛头从陆寒、吴一寒、迪丽勒巴身上挪开 开始隔三差五的批评这部剧 以及剧中的两大主演,肖战和王一博 从剧情到服装道具,再到两人的演技 汪海玲几乎是全方位的不满意 因为Diss肖战和王一博 汪海玲也遭到了剧粉和猪眼粉的集体抵制 甚至不发一些网友也跑到她的评论中 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言论 不过这些并没有成为汪海玲批评他们的主力 依然时不时会Q到肖战和王一博 如今汪海玲再次发表言论,怒批王一博的粉丝 事情的起因是一张网上流传的照片 照片中有两个粉丝面对着王一博的海报 直接做出了下跪的举动 同时两人也是双手合十放在额前 不知道是在许愿还是祈祷 而在他们的身后还有几个女生停留 在大庭广告之下像一个明星的海报下跪 画面太过于冲击了 并且从两人的穿着打扮上来看 都是仅有十几岁的样子 很有可能还是未成年人 这个举动就连普通人看着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 更别说是向来言辞犀利的汪海玲老师了 她就毫不留情地表示 这是时代的悲哀 汪海玲在发布完这番言论后 难得没有迎来铺天盖地的谩骂 甚至有不少网友这次选择了站在汪海玲这一边 有句话说的是 跪天跪地,跪父母 退一步想恩人下跪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为了追星真的陷上了膝盖 真的是可取的吗 当然最终也有王一博的粉丝 出面澄清了这张照片的来源 其实这张照片拍摄于陈情令 在泰国举行见面会的时期 照片中的两个女生也是当地的粉丝 因为当地有特殊的跪拜礼 所以才会发生照片中的这一幕 当地的跪拜礼也是比较常见的 表示一种尊敬或者敬仰 虽然这张照片是个乌龙 汪海玲老师也确实是误会了 但是她所担心的事情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如今国内很多粉丝对于追星也是近乎疯狂 评论中就有网友留言表示 自己的朋友甚至在街上看到偶像的灯牌 都要驻足拍一波亲吻的照片 更有一些私生粉将追星当成了常态 不但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偶像的行程 更是不惜花大量的时间 蹲idol下她的酒店出行的航班 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 也给明星本人和旁边的人造成了非常多的麻烦 这两年单是因为接机或者送机 造成的航班业务就不计其数了 汪海玲老师并没有说追星不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凡事都要讲个度 像偶像看齐不仅能够提高自己 跟偶像一起做公益 也是实实在在的为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 但是那些把追星当成常态 甚至想进入偶像生活的追星 并不是一个好的追星方式哦